那妳跟之前的 可不可以問妳比較深入的問題 哈囉 可不可以問妳比較深入的問題 看看啊 妳跟妳之前的男朋友都有發生過關係嗎 妳跟妳之前的男朋友都有發生過關係嗎 那妳 可以輪我問妳了嗎 好妳問啊 可是我的問題還沒問完 有嗎 有嗎 好那我換個問題問妳喔 一夜請妳接受嗎 不接受 妳會覺得那個是屬於 嘿 哈囉 家文 這裡 坐 吳小姐 呃 她算是我得利的助手 不算我 秘書之一啊 秘書之一 怎麼樣 還可以吧 太好了 等一下 喂 好 我會叫她過去 妳跟她講好了 好不好 來 叫妳進去 喂 妳不能接受 一夜請 請問妳是做什麼行業的啊 因為那天妳妳說見面在談 覺得 我現在的工作 是自由業 什麼樣的自由業 嗯 如果說我今天 可以讓妳賺更多錢嗎 願意嗎 你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 嗯 直接了當講的話是屬於 走高級路線的 性生活交易 如果說我今天 對不起 這 妳不會接受 妳有沒有想 妳有沒有考慮過 妳 妳是太荒謬 我 我報紙上面寫的是 是 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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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徵婚 我是要找一個 對 可是我跟妳說了嘛 如果 妳怎麼會懷疑我上面的那個 那個 我不是懷疑喔 我不是懷疑 不是那妳今天來的目的 妳 當然我想 目的當徵婚啊 徵婚啊 可是妳如果經濟上面的需求的話 我也可以幫助妳 好 我不可能 我 我不可能 我跟妳講 人我可是見多了 尤其是妳 世界上啊 沒有什麼不可能 腦袋轉過來的話 什麼都可能 好 沒關係 這我的名片 當有可能的那一天的時候 妳打電話給我 拜拜 周先生 我可以問妳幾個問題嗎 妳說 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認為我登報徵婚 妳卻有權利來問我這些問題呢 妳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妳 登報徵婚 當然是互相了解 可是妳 妳憑什麼妳 妳更不知道這個人 她的生活背景 她的來歷 她的過去 她的所有東西 所以我問妳嗎 妳就認為她 她會要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妳要來 來 等一下 不是妳憑什麼會 會要來試這些事情嗎 憑什麼 我沒有憑什麼 我是來徵婚啊 只是問問看啊 看有沒有 剛好嗆死 碰到 這樣子而已 不是妳剛剛問的問題都是 都是要找一個女人去做妓女嗎 妳需要把它講得那麼難聽嗎 我覺得 妳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讓妳覺得 我覺得 我倒覺得妳觀念很奇怪 為什麼習威 我覺得妳歧視 職業是不分貴賤 對不對 做妓女 就像妳講的啦 我把它當作所 名詞叫妓女好了 妳會瞧不起她嗎 就是因為有妳們這些人 就是 我是覺得倒是 就有妳們這些人 所以還有很多人 對妳們這些人瞧不起 我的重點是 在妳們的眼裡 任何女人都可能會 會變成妓女嗎 妳通通都是嗎 問問看 妳像個動物一樣 到處去 去問人家要不要跟你 不是跟我 不是跟我 我覺得妳反應是 太大了一年 妳不願意就算了嘛 沒什麼了不起的 那下次我看我 如果說我到總統府上班的話 我再介紹妳去好了 這樣比較高級一點